痴迷在一件事情上 一定會有所成 痴於異者記必經 好像這個意思 痴迷在一件事情上 你的技術就會上去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莊子人間寺裡面的 一般叫刨丁解牛 應該文國文叫刨丁解牛 他裡面有講 成所好者益也盡乎益 我才不太記得 成所好者益也盡乎益 他其實就是說 第一個層次就是說 碰到困難 你很喜歡很喜歡 就要想辦法去克服他 但這個克服不是說 你叫那個小朋友去挑千斤重擔是不可能的 壓苗助長嘛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當然還是有科學的方法來檢驗 所以在練習的方法講說 最慢的其實是最快的 什麼意思 基本功要打紮實了 像比如說土音 我剛才也不是講嗎 我雖然說號稱兩天就覺得 你賣相好 兩天就出來很天分 可是我的土音 雙譜就只有一種速度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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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拌倒了 但是一個過程 比如說剛才講到楊明春曜的雙譜 土音 我再練習土音分成一種 有這五種 單土啊 舌頭的動作啊 有三種 五種發動發的方式 一種是用ㄡ去發 一種是ㄡ去發 一種是用ㄡ去發 再來用ㄡ去發 再來用ㄡ去發 再來用ㄡ ㄡ 一般土音都用ㄡ 最早的我們講長音短音 其實講到技術 音有所謂的音線跟音點 音線是什麼 符琴嘛 它基本出來音就是音線嘛 譚波玉去點一下就音點嘛 我們騙到最好 又有的音線又有的音點 偷懶啦 是這樣自我吹捧 但這裡面其實很重要 就是你要怎麼樣控制 這種ㄡ去弄的 ㄡ 另外一種ㄡ 然後再來是ㄡ ㄡ 都不一樣 那在這我是很簡單這樣來吹 事實上在我們的丹田力量都有關 那雙土難在哪裡 你要把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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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均勻 通常ㄡ的力量會不夠 因為我們就要大家去分析我們舌頭力量 這個是上面的牙齒 這是底下牙齒 發ㄡ ㄡ的時候什麼 舌頭是往哪裡 上牙癮嘛 ㄡ的時候是往後嘛 所以假設這是舌頭啦 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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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樣的力量 舌頭往後 按照這個物理的原理 同樣的氣量 你發ㄡ ㄡ的時候 沒有小聲嘛 他就掰咖 所以很多人吐音就會這樣 就會這樣子 不受控制 怎麼辦 慢練 單純練特 單純練克 再來呢 一般我們叫做特克特克嘛 對不對 倒過來 克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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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然後去練呢 衝慢 是有方法的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從慢 然後有減 帶到反 然後有減 那圖音呢有五種 那這個都有對音的練習曲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交流 那再來講長音 如果說我的氣 我只能五秒鐘 就是很順的五秒鐘 我就五秒鐘把它扎扎實實五秒鐘 然後再來 百分之一百二點努力 六秒鐘 七秒鐘 你如果說沒辦法吹那麼長 你硬氣吹那麼長其實不對 不需要 因為你是緊張的 那當然這會涉及到呼吸方法 那只要很細的方法的話 我們講呼吸來講 有所謂的這個胸式呼吸法 腹式呼吸法 跟胸腹混合呼吸法 但是所有的 我們看我們全身的肌肉 最自由的就是腹部肌肉 如果你在局部的肌肉沒弄好 其實是很緊張的 那如果進一步分析來講 像我之前在東武大學 跟農腔在講說 發音的原理 氣息 分成三個觀念 第一個是氣的根源 第二個是氣的通道 最後一個是氣的出口 那從發音的原理來看 笛子的聲音 最好理解就是水管 水管 水打開水流出來 對不對 大家可以試看那個水龍頭 水打出來 同樣的水壓如果固定 你說水管它 如果是水傘水傘水槍下來 開始有物理學 只學到高中的年級 高中一年級 所以物理很差 如果在座物理老師 不要嘲笑我的物理基礎 好 你壓力在變化的時候 如果說同樣體積 你把它這個管間壓小 會發生什麼現象 水流的流速變快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個 氣的根源 就是你放肚子 你的水量有多大 對不對 再來 氣的通道 你這個水管是乾淨的 是沒有堵塞的 就很順嘛 對不對 氣的出口 你說氣的出口 你說水 你要控制它的這個水量的大小 音量就有大小控制 所以再來 吸收的壓力 氣息的壓力呢 我們當然去掌握自己的壓力 就是說 如果說我肋骨肌肉去用 就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手去握拳頭 你用力 倒會發現什麼 發抖 為什麼 因為它繃緊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的骨頭各方面會去牽扯嘛 那我們全身上下最自由的肌肉 其實是丹田 所以一般來講 傳統說法叫氣歸丹田 我那時候想 氣歸不知道什麼窩子 丹田在哪裡 丹田在中醫什麼 肚臍下四指幅 三寸 後來跟老師學 還有什麼下丹田 小丹田 氣永遠到不了三天 但氣功的氣我們不坦達 我們的氣是肺部嘛 就是肺炮 你氣把它吸撐開來 肺活量撐開來後呢 把你橫隔門往下壓 吸不下去啦 所以你吸不要變成讓自己繃緊 但是你吸到自己的氣之後呢 你要善用你身體肌肉的平衡 比如說你看我們當時以前那時候學是這樣 最簡單的方法來 大家以後拿一張衛生紙 擺在牆上 去練四個東西 這我最早學的 快慢吸土組合起來有四種狀況 快吸快土 快吸慢土 慢吸快土 慢吸快土 慢吸慢土 那你把一張衛生紙放在牆上 衛生紙不要掉下來 但是這個吹是只是往前吹的 余老師有一個練習方法 就是你盡量把自己的氣吸 所以在余老師叫做氣塗手工 有一個方法 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吸幾秒 你吸氣先把氣吐乾 這是在裝置裡面叫吐物納氣 把舊的空氣吐乾了 把新的空氣吸進來 大家可以試試看 其實這個不一定練鼻子 這其實已經是氣功了 一種 放鬆把自己氣 放鬆 吸氣 用鼻子吸 吸到這個肚臍 肚子底下 然後吸到你不能吸為止 然後憋 暑氣 你就挺住 8秒 假設或者4秒 憋到你不能再憋 吐氣 做一個動作 然後氣的東西 可以去想像一個東西 大家有看過熱水瓶嗎 暖水瓶 傳統的水瓶 現在比較沒有 暖水瓶大家看 水瓶是空的 你倒水的時候是怎麼樣 底下慢慢滿上來 倒水的話為什麼 上面慢慢倒下去 所以他側面 他拍款 抱歉 倒肝 吸氣 底下先鼓拳 捏住 然後吐氣 更用力 然後大家吸氣被講得很複雜 沒辦法 沒那麼複雜 晚上回去睡覺的時候 我們這個手腳就是一個三腳鞋 這個地方就是肚臍 晚上去數自己的呼吸 其實這個在睡眠 有人要治療失眠這個方式 就躺在床上 就這樣講 很多人吹笛之後吹到很吃力 其實吹笛應該是很開心的事情 應該就是跟講話唱歌一樣 然後吸氣 你能夠吹到 第一個是要練習呼吸 我剛才講的一個是吸氣嘛 對不對 然後捏住 吐氣 那大概有一個方式 可以試試看 吸氣的時候往後躺 往後仰 吐氣的時候起來 這有點難 我現在已經退步了 我現在可以下腰了 這個雙腳已經同塊 放鬆 可以稍微寬一點點 因為往後倒的時候 要倒下去了 現在真的不行了 不要進步 就是這樣意思 我覺得可以稍微寬一點 不要說已經同寬 讓開 往下的時候吸氣 這個可以有幫助的 以前練功 這個大家可以去練練 這個持續久會對自己的呼吸有幫助 再來我們吹曲的時候 記得不要硬撐 你能吹多長就多長 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一樣 由慢到快 由短到長 一定是這樣子 簡單的 可能講的有點收下 好